大家早安 歡迎收看星期四 早上的天氣報告 我是沈哲泰 今天天氣挺暖的 如果一看大範圍的衛星雲頭 就可以看到 今早來沿岸地區也有雲塵甲 另一方面在西北太平洋 有一個熱帶氣旋 這個熱帶氣旋叫雷伊 我們待會講一下 它未來的動態甲 不過大家要留意 明天天氣有個比較明顯的變化 我們預料這股東北季後風 就會在明天開始影響華南地區 明天氣溫會顯著下降 而星期六天天氣會清涼 大家要保重身體 另一方面 如果看回西北太平洋的熱帶氣旋雷伊 我們預料周末期間會進入南海 其後就會轉向比較偏北的路徑移動 因為南海北部的海水溫度其實都比較低一些 我們預料雷伊到時就會逐漸減弱 不過距期後的路徑仍然都有些變數 如果要留意 其實到下個禮拜 和雷伊相關的一些有雨的天氣 就會影響南海的北部 大家到時就要留意最新的天氣狀況 接下來可以看看今天的天氣預測 我們預測是大節多雲 一早一晚就會有一兩陣的微雨 而日間就會短暫時間有陽光和溫暖 最高的氣溫大概是25度 風的方面就會吹和緩的冬至東北風 展望方面 我們預測明天的北風就會增強 晚上天氣就會顯著轉涼 留意星期六天天色都會不錯 不過大家要留意 早上天氣清涼 到下個禮拜初至中期就會有雨假 今早的天氣報告就說到這裡 下次見